平均77年才会出现 疑似的天文奇观 七星莲珠罕见上演 这个月16号到19号 就有机会看得到 不过因为前王星跟海王星 肉眼其实是看不见的 大陆有民众就拍到夜空中的 五星莲珠模样 包含了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还有土星全部连成一线 这景象非常奇特 巨大双彩虹高挂天空 仿佛一条缤纷彩带 又像一座七彩桥梁 横跨长长山脉 空中奇景层出不穷 特别的天文奇观 七星莲珠更是罕见上演 深蓝色夜空中 几颗星星特别闪耀 由下而上分别是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和土星 还有肉眼看不到的 天王星 海王星 共同排成一列 形成平均77年 才出现一次的七星莲珠 由于个行星 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不同 它们在天空当中的排列组合 呈现了千字百态 当太阳系中地球以外的七大行星 运行到特定的相对位置 就会同时出现在我们的空中 天文学家统计 西元元年到三千年 这样的现象只会发生39次 今年则是在6月16到19号 四天内有机会看到 难得一见的景观 形成不少传说 古代认为七星莲珠会带来厄运 还有人认为它会让人穿越时空 而备受天文爱好者关注的 还有宇宙黑洞 金黄色绚丽光环 围绕着不断扩大的黑洞 这是91年来成长最快的黑洞 质量相当于31个太阳 每秒都能吞噬相当于一个地球的物体 它与周围物质作用后发出的光芒 已经往地球传播约70亿年 直到最近才被天文学家发现 记者综合报道